天王刘德华 同获摄影师眼中最具魅力演员奖 范冰冰原本开心上台 没想到下一秒被问到私生子传闻 气到一秒变脸转身走人 有从你的弟弟死了没私生 这个问题不回答了 因为已经回答了无数次了 对 不要该说 他很无奈是吗 这个还很无奈 他很无奈 也不是很无奈 这个问题很无奈 怒劈对方很无奈 范冰冰笑容挂不住 其实范爷的弟弟范晨晨 近日在大陆综艺节目 偶像练习声中一盏饶舌才华 好不容易才摆脱靠解形象 但范冰冰私生子的传闻 却挥之不去 作为范冰冰的干爹 你有没有见过范冰冰男朋友 谁是我干爹 那个范冰冰 范冰冰是你干爹 我就觉得所有外界说的 之后我就变成洗脑 就是其实在演艺圈有一个范冰冰 但是我也叫范冰冰 但是我跟她的名字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不是同一个人 范冰冰和红金宝因戏结缘 却传出一波波难堪的绯闻 当年双方极力否认留言 才渐渐淡去 但随着范冰冰曝 曝光到荧光幕前 当年传闻再次吵到沸沸扬扬 近日范冰冰联名设计的时尚品牌 和推出的美妆产品接连上架 大婚前戏原本爱情事业双得意 没想到却遭流言飞语缠声 让范冰冰也忍不住 打探无奈 记者唐一全不倒 打探无奈